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20年前在昆明有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恶霸 他是当地黑帮中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犯下了无数大案,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 让整个昆明笼罩在一片阴霾当中 可就是这样一个罪行雷里的人 却无数次神奇地从司法系统中死里逃生 他离奇又荒诞的人生大戏 甚至比黑帮电影还让人瞠目结舌 今年风鸣一时的警匪电视剧扫黑风暴 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 今天咱们就来复盘一下死刑不死的孙小果 2018年7月21日晚上 云南某航空公司的几名空姐来到了云南的一家KTV唱歌 几杯酒下渡后 醉意朦胧的空姐李某与男同事王某发生了争执 愤怒的空姐李某指着男同事说的 你等着 紧接着走出包房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一帮黑社会成员气势浩荡来到了KTV门口 带头的人正是孙小果 为了给空姐李某出头 孙小果带领着一帮手下 把王某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巷子中实施了殴打 王某的膀胱被孙小果踢裂 属于二级重伤 案发9天后 警方就对此案进行了立案侦查 可事隔两个月后 孙小果才受到了辖区派出所的传唤 王某的伤情不但被鉴定为轻伤 办案人员还虚够了孙小果自首的清洁 和之前无数次一样 孙小果以为这次的事情也能够被轻易的摆平 可没想到他这次撞到了国家扫黑除恶的风口上 案件被移交到了昆明市委政法委 孙小果这个名次引起了政法委书记朱彬彬的注意 因为二十多年前朱彬彬办过一起案件 作案人也叫孙小果 而且被判处了死刑 这就奇怪了 难道是同名同姓 可是经过了核查之后 朱彬彬发现此孙小果正是比孙小果 那么执行了死刑的人是怎么复活了呢 孙小果一生于云南昆明 母亲名叫孙赫宇 原名孙学梅 生父名叫陈月 上面还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哥哥 父母都是公安局的民警 孙是母姓 事实上孙小果刚出生后的原名叫做陈果 陈月生性暴力 恃久如命 而且每一次酗酒之后 都会对孙赫宇母子三人全打脚踢 孙小果小时候的日记中曾经写到 父母经常吵架打架 感觉身边充满了暴力 甚至整个社会都充斥着暴力 1982年孙小果五岁时父母离婚了 孙小果原本是判给了母亲 但是因为孙赫宇工作太过繁忙 无暇照顾孙小果 孙小果便和哥哥跟随着父亲生活 因为从小学习成绩不好 又调皮捣蛋 再加上经常逛游戏厅 孙小果从小没有少受父亲的毒打 每每喝醉之后 陈月下手都没个轻重 边打还边骂孙小果说道 像你这种人将来就是要被枪毙的嘴脸 陈月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 他的话会一语成衬 初中时的孙小果又高又壮 成了学校周边有名的混混 经常带着手下一帮小弟 处处惹是生非 15岁那一年 母亲孙赫宇再婚之后 心怀愧疚 把孙小果接了过去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孙小果跟着母亲改姓孙的 孙小果的继父李乔中 当时是在意军人 比孙小果的母亲小了10岁 在云南武警总队任父团参谋 两人婚后生活非常甜蜜 而孙小果的生父陈月 1996年脑出血 中风瘫痪 之后因病退休 于2016年去世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 孙赫宇可以说满足了孙小果所有的要求 可是孙小果依然是每一天打架斗殴 这成为了孙赫宇的一块心病 思前想后 孙赫宇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让儿子当兵 他希望部队的管教 能够让儿子重回正道 可当时孙小果还未满18岁 是不允许入伍的 于是孙赫宇向丈夫李乔中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希望李乔中能够利用关系 让孙小果顺利入伍 就这样孙小果的年龄 被改大了两岁 服役后 孙小果在部队的特殊照顾下 两年后就成为了上等兵 随后进入了武警学校学习 不用参加训练 更不会挨训 随随便便考核成绩就能够拉满 是人们眼中不折不扣的官儿代 孙赫宇的原意 是想让孙小果去部队里锻炼锻炼的 可是他没想到 他的溺爱和李乔中的打点 让孙小果更加尝到了特权的甜头 1994年10月16日 身为武警学校学生的孙小果 和另一名学生 以及四个无业青年 开车游荡在昆明的大街上 一行人开车到热闹街区时 竟然在大厅广众之下 强行将两名少女拉上了车 之后一路狂奔 来到了20公里以外的郊区 实施了轮间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迅速将孙小果等6人给逮捕了 但是面对警方的质问 孙小果丝毫没有慌张 他知道有人能帮他搞定 孙小果被抓后 母亲孙赫宇是整日吃不下饭 愁眉不眨 不停地自责说 他还未满18岁啊 都是我之前没有管教好 李乔中不忍看着妻子 每天以泪洗面 便开始疏通关系 给孙小果伪造了虚假病例 说孙小果有乙肝 成功办理了取保候审 后来孙赫宇听说 如果能把孙小果的年龄给改回来 就能以不满18岁为由 请求宽大处理 那段时间继父李乔中 每天开始四处找人脱关系 费了一番功夫之后 终于赶在庭审前 把孙小果的年龄给改了回来 孙小果的刑期也发生了巨变 原本被列为第二被告的孙小果 成为了六人中刑期最轻的 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这还没完 判决下来之后 孙小果又找到母亲哭诉说 真的是不想坐牢 并且保证说之后绝对不会再犯 孙赫宇心想 儿子还没成年 长大之后应该就会懂事吧 于是就找到丈夫李乔中商量 不想让儿子进监狱 继父李乔中又动用所有的老关系 从公安局到监狱干警 最后给监狱扔下了一张保外就医的手续 结果就是孙小果一天牢也没坐 孙赫宇和李乔中 为孙小果撑起的保护伞 非但没让他洗心革面 反而让他更加变本加厉 被判行了还没有坐牢 成为了他耀武扬威 到处炫耀的资本 1997年夏天 对于普通昆明市的居民来说 是一个噩梦 因为短短两个月期间 有四名未成年少女惨遭侵害 而对于孙小果而言 他只感到妈妈真伟大 他能够帮我搞定一切 1997年4月的一个晚上 孙小果让手下将一名 15岁的少女宋某 带到了昆明茶院宾馆 不过宋某的激烈反抗以及哭泣 在多人在场的情况下 侵害了宋某 而且还以轮奸来威胁宋某配合 不到两个月后的6月1日 孙小果等人在某歌舞厅 遇到了17岁的少女张苑 张苑当时正与朋友在跳舞 孙小果一行人以吃宵夜为由 把张苑和其朋友强行拉上了车 随后同样在昆明茶院宾馆 强暴了张苑 四天后的6月5日 孙小果等人将15岁的女学生 波某某和13岁的女学生 石某叫到了茶院宾馆吃饭 随后脅迫两人一起去 茶院宾馆的夜总会玩 波某某和石某多次提出想要回家 可是孙小果却威胁他们说 如果赶走以后就别想在昆明待下去 四日凌晨 孙小果将波某某和石某 带到了茶院宾馆的906房间 在众人面前侵害了波某某 7月初 孙小果一行人再一次对 未满14岁的受害人下手 将一名初二的张姓女学生 强行带到了绍兴饭店 对其上下起手 试图发生关系 但女学生反抗激烈 即使孙小果以殴打她为威胁 也没有能够唬得住她 张姓女学生彻底激怒了孙小果 孙小果让两名手下对她拳打脚踢 直到她说不出话为止 接二连三的作案 一时之间让昆明的女孩子们 都笼罩在深深的恐惧当中 而孙小果却迟迟没有被逮捕 1997年11月 让人最痛心棘手的一起案件发生了 10月初 16岁的少女张婷和男友汪某 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工的一所酒吧里约会 汪某间女友有一些情绪低落 便体贴地询问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张婷向男友诉说 最近孙小果以为她说了自己的坏话 一直在找她 还扬言说要打她 汪某听了之后气不过 让女友立刻给孙小果打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汪某满脸豪气地对孙小果说 听说你是昆明的老大 我想见识见识 两人几番对骂之后 汪某报上了姓名 约好和孙小果于11月6日晚上 在昆明白塔路的一家面馆见面 当晚孙小果带着一群手下 手持棍棒来到了面馆 见到男性时刻就问是不是姓汪 一时之间面馆里人心惶惶 很多人没有吃完饭就提前结账离开了 可是等了许久 孙小果一行人还是没有等到汪某出现 原来11月初的那通电话过后 汪某打听了孙小果的背景之后 瞬间就吓傻了 当时在昆明市里面流传了这样一句话 白天小品馆晚上小果馆 汪某知道孙小果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 于是就带着女友连夜出逃了 两个人决定先消失一段时间 等风头过去了再回到昆明 随后的两天里 孙小果一行人搜遍了大半个昆明的娱乐场所 都没有找到两人 最终在一家夜总会里面找到了张苑 也就是几个月前被孙小果侵害的17岁少女 张苑是张婷的表姐 她被孙小果找到时 正在一家歌舞厅里和自己一位姓杨的女性朋友跳舞 孙小果一伙人将两人拖进了一间KTV包房 让她交代张婷和汪某的下落 还质问是不是她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别人 还没等张苑解释 孙小果对她就是一通拳打脚踢 期间张苑几次被疼得晕过去 然后又被打醒 接着孙小果让人用筷子交叉 夹住张苑的十根手指 把牙签直接插在了指甲缝里 还扎入了张苑的胸部 最后再把烟头直接烫在了张苑的身上和手臂上 最残忍的是 孙小果让张苑咬住大理石的桌角 然后猛力的击打张苑的头部 随着张苑的一声惨叫 几颗牙齿脱落 鲜血从嘴角流出 张苑的朋友杨某哭着恳求孙小果放过张苑 换来的却是孙小果的一顿毒打 就这样被孙小果折磨了整整七个多小时之后 张苑被扔到了大街上 孙小果的几名手下甚至当街解开了裤子 尿在了张苑的脸上 试图将其弄醒 但是张苑反应微弱 他们可能是怕真的闹出人命 就把张苑和其朋友杨某 扔在了昆明某医院的门口 然后扬长而去 在张苑被当街领骨期间 据说两次有警车经过 可是并没有干涉 理由是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经过检查 张苑的头部受到重创 颅骨变形 有七根肋骨断裂 下肢神经损伤 导致大小便失禁 全身上下都是烟头的烫伤 手指甲以及胸部被牙签刺穿 全身多处软组织磋伤 11月8日 杨某与张苑的父亲 前往派出所报案 两天之后 11月10日 警方逮捕了孙小果 及其同伙8人 被逮捕当时 孙小果还开着一辆 公安排着的警车 是孙小果的继父李乔中 所提供的 孙小果被捕后 母亲孙赫宇和继父李乔中 立刻开始四处活动起来 但是这一次 孙小果没有那么容易逃脱了 此时的李乔中 是昏明市公安局武华分局的副局长 他利用身份向民警施压 想要拿回孙小果被扣留的误件 但是被拒绝了 两人有一些恼火 然后又把主意打到了医院 他们认为 如果张苑的伤情被鉴定为轻伤 就有可能通过赔偿来摆平此事 经过两人的一方操作 最终张苑的伤情鉴定报告是轻伤偏重 张苑的父亲拿到鉴定报告时 内心是绝望的 张苑的母亲十几年前就离世了 父亲是个下岗工人 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元的工资 十几年来和女儿相应为命 可以说女儿就是他的一切 他看着遍体鳞伤的女儿 手在病床前寸步不离 他想要获得正义 但是有人劝他说 对方的背景很深 还是不要追究了 否则的话 他和女儿都可能会有性命威胁 天无绝人之路 负责张苑案件的一位办案民警 匿名向云南法治报投稿 发表了一篇文章 掩盖不住的罪恶 揭露了孙小果的种种罪行 想要借助舆论的力量 将其绳之以法 很快报道引起了民愤 这下孙赫宇和李乔中 夫妻俩是彻底坐不住了 他们通过关系向编辑部施压 仅三天之后 云南法治报就在头版头条 又刊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名为可怜天下父母心 文中孙赫宇和李乔中 以被采访人的角度 先表达了对儿子所作所谓的震惊与谴责 然后又说道 我们历来都是严加管教的 但目前社会风气太差 孩子年纪轻月历浅才误入歧途的 我们坚决支持有关部门对儿子的处理 另外强调 我们仅仅只是基层的执法者 会有多大的能耐去支持儿子违法犯罪 再说王子犯罪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我们的儿子还不是王子 不久后云南省内的报刊 再无人敢报道此事 有人猜测是被上面给压下了 可只是永远包不住火的 孙小果这次的罪行已经人神共奉 有人又将此事 同给了当时封行全国的报刊 南方周末 1998年1月9日 南方周末发布了文章 昆明在呐喊铲除恶霸 深度揭示了孙小果的罪行 震惊了全国上下 很快云南省主要领导开始介入 要求严查 1998年2月 孙小果因强奸强制侮辱妇女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等罪名 被判处死刑 同年孙小果的母亲孙鹤宇 因包庇孙小果被开除公职 判处5年有期徒刑 继父李乔中 也受到刘党查看2年撤职的处分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 昆明的这颗毒瘤 终于被铲除了的时候 被判了死刑的孙小果 非但没死 12年后 摇身一变 出狱当起的老板 重新组织了黑恶势力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孙小果在一审中 被昆明中级人民法院 判定了死刑立即执行 他可以复活出狱 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死刑被改判为死缓 又从死缓被敢判为 20年有期徒刑 然后又因为重大立功表现 减刑出狱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 是从死刑改判为死缓 至今看来都非常的魔幻 网上不同资料 对这一关键事实的描述 存在差异 这点我们稍后再说 总之1999年 孙小果的刑期 从死刑立即执行 改判为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也就是说两年之内 如果孙小果不再作案 他将会自动转为无期徒刑 2003年 孙小果的母亲孙鹤宇 出狱后又动起了歪脑筋 他想把儿子从监狱里给捞出来 恰巧当时孙小果的 继父李乔中的仕途 又奇迹般的死灰复燃了 本来已经被撤职的李乔中 2004年当上了昆明市五华居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局长 孙鹤宇想要让儿子尽快出狱 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改判 让刑期缩短 也就是说孙小果案 要经历立案重审改判这个过程 李乔中经过多方打听 发现当时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立案厅厅长田波 和他曾经在同一个部队服役 李乔中通过关系联系上了田波 并先后向其行贿10万元 田波当时心里明白 其实这起案件不符合立案重审的条件 但同时也抱了一种侥幸的心理 觉得自己卖个人情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案件既是重新立案了 改判的可能性也不大 可负责再审的审判监督厅长梁子安 可不这么认为 再审程序的第一步就是立案 立了案就表明案件的判决可能是有问题的 再审程序的第一关是立案厅 立案厅不立案 我这里永远没案 确有错误你才能立案 没有错误你凭什么立案 就这样梁子安心安理得的收了李乔中和孙赫宇的11万元 他觉得反正能不能改判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还有上面的人把关呢 他提点李乔中说道 这事太大我一个人办不下来 你最好能够搞定高院院长赵世杰 赵世杰是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这么大的官李乔中在当时还是攀不上的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撒开自己的关系网 向身边多人打听赵世杰 其中有个私人老板向李乔中介绍了省长秘书袁鹏 当天李乔中就兴奋的告诉孙赫宇 有这个人在绝对能成事 最终李乔中通过袁鹏撬动了赵世杰 高院院长赵世杰给梁子安打去了个电话 说道这个案子能动就动动吧 眼看领导已经发话了 梁子安明白这事办成了 就这样孙小谷案立案再审 耗时一年从私缓改成了有期徒刑20年 从改判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 李乔中走关系的能力实在是非比寻常 他既能够找到能够直接办事的人 还能够打通上下级关系 为事情能够顺利进行铺平道路 改判后李乔中又找到了 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的政委罗正云 希望他关照一下狱中的孙小果 罗正云是李乔中的战友及老乡 找他办事自然容易得多 在罗正云的观照下 孙小果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期间 每个月的考核都是满分 连续七年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 供获得了四年零两个月的减刑 但即使这样孙赫宇还是不满足 他希望孙小果能够尽快出狱 2008年孙赫宇和李乔中 与云南省第一监狱的总工程师 王开贵搭上了线 为孙小果专门设计了一款属于他的新型发明 联动锁井式防盗硬井盖 申请后还获得了专利 第一监狱就此认定孙小果有重大立功表现 再次申报减刑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这根本就不可能是孙小果的发明 孙小果之前根本就没读过什么书 在监狱里面蹲了这么多年 哪来的知识储备去搞什么发明创造 调查显示孙小果在云南省第一监狱 一共减刑三次 2009年1月又转件到云南第二监狱 在那里又减刑了两次 从云南省第一监狱 转件到第二监狱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第一监狱在第四次尝试 为孙小果申报减刑时遇到了阻力 时任第一监狱纪委书记的何绍平 多次在会议上提出孙小果的减刑不合规 省监狱管理局政委罗正云 特地为此时给何绍平打去了电话 但何绍平依旧没有给违法减刑让路 他说说要够减刑你怎么不同意啊 我说这个不是我不同意解答 这个是不符规定 他说你们这个规定太多了 我说不是我们的规定都 我说这个是司法部和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 你领导认为说我不行 你给我换的算了 我说没事 但是我的身份是集委修计 集委修计你就有这个职责 对这个事情进行解读 如果执法机关的绝大多数人 都能够像何绍平一样坚持原则 那么孙小果就不可能复活 但遗憾的是 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大家都觉得我这里通融一下卖个面子 应该问题不大 上面还有别人把关呢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不重要 然而正是每一个人松开了一个小口子 法网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孙小果才能够得以逃出生天 2010年4月11日 依靠着改判和多次减刑 一个死刑犯在服刑12年零5个月后 走出了监狱 出狱后孙小果曾经一度改名为李林辰 但不知为何后来又改回了孙小果 母亲孙鹤宇为他买下了价值千万的豪宅 后来又帮他注册了多家公司 孙小果经营娱乐场所 结婚生子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看似收敛了不少 但仅仅只是表面功夫 他以自己名下的M298为据点 又一次组织起了黑恶势力 去众斗欧 开设赌场 寻衅滋事 无恶不作 让他再次走进司法部门事业的 便是开头那起提到的 发生在2018年的故意伤害案 2019年中央扫黑除了督导组进驻云南 死刑不死的孙小果 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重视 督导组要求云南市委彻查孙小果的复活案 2019年3月18日 云南市关渡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孙小果 2019年10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孙小果这些年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再审 12月23日云南高院对再审案件做出宣判 孙小果死刑 2020年2月20日 孙小果被执行死刑 至此祸害昆明数十年的这颗毒瘤 终于被铲除了 与此同时 孙小果的母亲孙鹤宇和继父李乔忠 因为循私枉法罪 循私舞弊减刑罪 行贿罪 受贿罪 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和20年 在孙小果的复活过程中 有17名涉案公职人员与重要关系人 被判处了2至12年有期徒刑 60人被寄过处分 22人被约谈 当时孙小果复活出狱之后 不久就有了一段婚姻 还生了一个女儿 据说孙小果对家人非常的保护 即使是在外面鬼婚约会 寻衅姿势打架斗殴 也从来不让家里人知道 审讯时面对办案民警 孙小果依然是满脸的嚣张 可是当聊到女儿时 却是满脸的慈爱 他说到天上的月亮摘不到 不然女儿要月亮都会摘给他的 办案民警又追问说到 如果有别人这样对你的女儿 你会作何感想呢 孙小果沉默不语 孙小果就像是一棵树上结出的恶果 光摘掉果子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把这棵树连根拔起 孙小果案刚刚被爆出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 他家一定有非常深厚的背景 才能够轻而易举的办成这么多事 网上曾经一度流传 孙小果的生父身居高位 也有人说他的爷爷老爷才是大官 还有人说他的哥哥是当地法院的院长 但调查下来发现 种种留言都非属实 孙小果的爷爷和老爷都是普通工人 孙家最大的官就是孙小果的继父李乔中 但他也只是个城管局的局长 却凭借着一己之力 打通了层层关卡 堪称拍案惊奇 很多上案官员在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说 虽然他们收受了孙家的财物 但是帮忙办事主要并不是徒财 而是老朋友老战友开了口 想请求他帮个忙 抹不开面子拒绝 而且官场上本来就是今天我帮你一把 明天你拉我一下 他们如今帮了孙家 之后可能也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这看似匪夷所思的背后 反映的正是需要根除的官场不良风气 刚才我们也提到 孙小果能够复活 最为诡异的一个环节 就是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划 根据1999年发布的中国法律年鉴 孙小果一审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不服上诉后 随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判决结果是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也就是说根据中国法律年鉴 孙小果二审的判决依然是死刑立即执行 可是央视拍摄的守护民生电视专题片指出 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时将孙小果的刑期 从立即执行改判为了缓期两年执行 不过又进一步说明 这次二审的判决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 但并不存在训私枉法的情节 根据孙小果案再审刑事判决书 二审改判的原因是 孙小果所犯的罪行虽然严重 但是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手段情节及危害后果 尚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 所以改判为死划 然而南方都市报2019年12月14日的一则报道指出 在孙小果二审过程中 时任云南高院院长的孙某红 未能坚持审判独立原则 违反了工作纪律 将孙小果的刑罚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了死划 也就是说在二审中是存在训私枉法情节的 孙某红也因此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官方对于孙小果案死刑改判磨弄两可的说法 可能意味着这起案件还存在着一些不透明之处 至于孙某红与孙小果的关系 网上有诸多猜测 有人说他就是孙小果的哥哥 也有人说他是孙小果的舅舅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得到了核实 孙某红与孙小果一家应该是没有亲戚关系的 至于孙鹤宇是如何撬动了这位高院院长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回看令人瞠目结舌的孙小果复活之路 除了部分司法官员训私枉法之外 责任最大的应该就是孙小果的父母了 在孙小果被行刑前 母亲孙鹤宇面对镜头一直在忏悔 他说他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是失败的 造成了今天这个结局 他很后悔 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老话叫做慈母多败儿 院子里跑不出千里马 温室里也长不出能够经历风雨的参天大树 暴力的家庭环境让孙小果产生了扭曲的价值观 而他在犯错之后 母亲选择却是一味的包庇 要知道溺爱 才有可能是最残忍的谋杀 那今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